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肖肖美女带来的今天一场教学视频 那这一期呢,是八十五个的第三部分 第二部分呢,我们讲到了第26小节 好,26小节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是这个手,食指 往上扫 然后接着27小节,我们有轮扫的技巧 扫第一下,接着呢是大拇指弹这个五弦空弦斑拍 然后后面一个有打叉的这个记号呢 是用AM执法去把这个弹出来 但这里的话我们是弹四三二这三根弦 然后接下去呢,跟之前第一段的执法 左手执法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右手的执法基本上也是一样 只是在有打叉号标记的地方 我们改成了用AM执法 好,那我给大家接下去演示一下后面的片段 好,到这边,第三十小节 前面的话都是一样的执法 好,这边最后一拍,这里有一个四四平 一二三弦的四四平,然后这个是拍泛音 四四平的泛音我们拍出来 那是在这个四四平的位置 拍完之后呢,然后这边是用一个外内轮扫 就是用无名指开始,然后中指 然后食指这样子去扫这个第一部分的琴弦 这样 我慢着做的话,示范一遍 这样,快的话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再拍完这个四四平 这样的一个手形 然后从无名指开始 挽回扫 就是合起来是半拍 然后我们在扫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右手挽回收 然后扫十指扫完 同时无名指 再往外扫 外轮扫 扫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小节的低 低一下 那就是我们在扫的时候 三十小节最后一个半拍 那轮扫 然后接着三十一小节低一下 外轮扫 这样的合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手形效果 这样 这样的一个效果 在练习的时候 我稍微慢一些 好,这边都是一样的 好,后面呢 弹法跟之前的第二部分 是完全一样的 好,那这里呢 接着呢 就到了第四十七小节 好,第四十六小节 我先示范一下 好,第四十七小节 前面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到 这个第一个四弦空弦 跟三弦二平的时候 下下扫 好,这扫的时候 这个扫的位置呢 一定要注意 不要扫太多 轻轻的一下扫 然后上扫 这两个都是半拍 后面呢 下扫 两个合起来 是半拍 好,第四十七小节 我连起来 这样 好,第四十八小节 前面这边 左手护住 下扫 一个切 切音 右手往下切 然后往上扫 合起来半拍 然后食指 这时候把这几个指头放开 食指横按 下扫 半拍 下扫 半拍 这里呢 有打岔的地方 用PM之法 两下 半拍 然后 再往下扫 或者用这两个AM 这两个指头往下扫 然后这边 现在呢 拍 这边如果按住二平的话 我们应该是拍 十六平的放音 十六平 拍完之后 上下 上的时候 用食指上 下的时候 用两个中指往下 用 下的时候 用中指和无名指 往下 这样 拍翻音 下扫 下扫 这两个指头 然后 下扫 用食指 那这里呢 最后一拍 这样把它弹出来就可以了 好 那我把第四十八小节 弹一遍 这就是第四十八小节 接着第四十九小节 这里呢 就用到了 兄弟用会的一个非常 常见的指法 一个节奏类型 这样的一个节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 我们怎么弹 第一下 我们同样摆好 这样的一个手型 跟之前是 在弹这个副歌部分的 指法是一样的 十指 三弦二平 中指 二弦三平 五名指 一弦四平 好 第一下 PM 打鼓的时候 这个两个指头 打下去 然后第二下呢 不要打鼓 就这两个指头 去扫 中间这四个弦 那第一拍 就这样 好 第一拍会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第二拍的下 加进来 第二拍 刚开始 第一下 是拍 拍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拍 这个 第十六平的位置 这个附近都可以 这个 无所谓 拍出反应 拍出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可以了 然后拍完之后 上 下 上 这样就可以 好 就是前面两拍 然后把这前面两拍合起来练习 这样就好了 然后接着第三拍 同样的这里小指 横按一弦跟二弦的五平 然后中指 按四弦 五弦四平 然后同样的用PM指法 然后这里三和四 这边还是跟那个第二部分的指法一样 只不过这里呢 我这里 呃 是看了那兄弟用会的指法 是十指 晚膳 扫 然后接下去这个十指 横按二平的这个地方 是用中指晚膳扫 然后这边最后一拍 这边我们是拍这个低音部分 这样把它拍弦就可以了 然后同样的 这个一弦二弦 都是十指中指 十指低下 中指低下 这里的话我们在扫弦的时候 一定要扫准 多练习一下 这 拨弦 就拨到一弦二弦 好 那我把第四十九小节 示范一遍 这就是第四十九小节 然后第五十小节 左手跟之前是一样的指法 很按按住 然后右手呢 低下 pm 第二下 往下弹 然后第三 第二拍 呃 这里是 拍 拍这个中间的位置 千万不要拍到一弦 这里的话旋律部分还没到一弦位置 所以 拍到最中间 这几根弦就可以了 这样 好 把前面两台连起来 好 接着呢 小指这边横按 然后十指下来 按这个三弦二平 这个小指横按 好 这个pm之法 然后同样的 这边是这两个指头 然后十指上扫 然后小指横按 中指上扫 然后 这边两个空弦 是这个右手 把它开出来 然后上扫 半拍 再上扫一下 好 我把第五十小节 示范一遍 好 接下去呢 这边 十指 第五十一小节 十指这边横按 小横按一弦 六弦和五弦的五平 然后 低下 pm之法 当然我们再注意 我们在弹的时候要注意是 六弦和五弦 然后这边 这边拍的话 十六弦就可以了 然后 这边一回来 十指按三弦二平 中指按二弦三平 同样的 十指中指 往上小 这两个合起来都是半拍 合起来是半拍 然后接着 无名指 按六弦和五弦的三弦 三弦四平 然后 pm 下扫 然后拍 半拍 然后十指横按下来 十指中指 这一弹 合起来是半拍 好 那我把第五十一小节 示范一遍 好 第五十二小节 这里 这里 十指 摁住 二平的横按 然后五平指 小指摁这个一弦二弦的五平位置 pm 底下pm 然后十指上扫 中指上扫 然后 这边拍十四平的泛音 小指过来 四合三 也是十指和中指 四合三 然后下扫 最后拍翻音 然后十指横按 开 下扫 下扫 好 这是第五十二小节 好 那我把这个 这一部分的 连起来示范一遍 有点 对 好 好 好 这一个部分呢 是 花曲目 我觉得应该是最好 但是练这首曲子也是为了要弹这一部分 所以应该是值得大家练习的 在练习的时候方法也很重要的 在弹的时候千万不要全部一下子来 我们一定要一小节或者一拍一拍 或者一下一下的加起来练习 把节奏掌握好了才可以 好,那今天这个花水梦的第三部分 要选择到这里 希望大家好好练习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